大家好,我是Kenny 今天很开心的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分享3ASA的计划 这个简报共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说明这个3ASA计划的细节与机制 还有复制的方案 然后第二个部分是说明成功的要素 好,我们来马上看看这个3ASA计划的细节 以及它的整个机制 三账户,一组账户加上两个子账户 也就是说现在新的消费商 当他们办理这个注册的时候 可以以一个身份证同时获取三个账户的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复制 而且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到的 3ASA计划被增淋的收入 因为以一个身份证同时可以获取三个账户 就是以同一笔的这个业绩 你可以同时收到三次的这个收入 所以我们来马上看看这个3ASA计划的 它的步骤 第一个部分就是以一个账户加入 然后购买9个配套 每个配套大约就是150块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配套 让大家认选的 包括营养保健品 包括美容保养品 个人护理品等等 当你购买了这个9个配套的时候 你就会获取两个免费的账户了 然后也就是说一个主账户 再加上两个纸账户 总共是三个账户的 如果从左边这个图来看一看 就是YE就是你的主账户 YEA就是纸账户 YEB也是纸账户 这两个纸账户是直接安置在YE的底下 所以这个3ASA计划 我们称它为一个蓝海的一个计划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上9个配套将产生900的业绩 可是在这次新的优惠里面 该比的业绩将激增到5000AV 是的 没听错 原本一般上只有900AV 900的业绩将激增到5000AV的 当你购买这个9个配套 同时你也会享有其他的福利 包括了三个账户都会根据 这个个别的合格的机制 来赚取这个每个月高达800块的额外奖 然后每一个账户 也就是说YEA和YEB 都是个别拥有这个 接转100万业绩的福利的 来 我来看看他个别的这个福利 以及额外的奖励 如果当你购买9个配套过后呢 你会享有以下的这些福利 最左边那个部分刚刚已经有提到了 就是5000AV 然后呢大约只是说1350块 然后你会马上就会获得三个账户的 就是你然后你的两个纸账户A和B的 然后至于电影音的部分呢 三个这个账户呢 也会同时拥有同样的这个福利 就是说从这个零售的这个销售呢 零售产品的销售会获得10% 然后从这个DP的这个价格呢 就折扣分的价格产品呢 获取4个%就是4%的 所以每就是YEA和YEB的三个账户都个别拥有这个电影力 至于电影力呢 是怎么样子算一个算法 电影力根据网店所注册至国家销售所产生的 然后零售产品销售以及DB产品的销售 至于不产生这个电影力的部分呢 就是产品的配套 然后呢促销产品 以及产品兑换金所消费的产品 然后接下来呢 额外奖 额外奖呢 就是YEA和YEB呢 都会根据他个别的这个合格的方案来赚取额外奖的 是每一个账户都会有 然后呢 这三个账户呢 都个别拥有接转没有合格的这个AV高达100万的 是每一个账户都有 然后至于这个折扣分呢 如果你购买了9个配套 就会享有135个DP 也就是135个折扣分 每一个折扣分呢 可以让大家节省高达就是差不多是50%的这个折扣的 然后如果是以这个9个配套加入的消费商呢 产品的兑换金是首6000块呢 都是以这个Astar的全币来发放的 OK我们看看下这个蓝海的这个算法是怎么样 OK9个配套刚才都有提到就是说 9个配套呢 原本就是产生900个AV 可是呢公司就在这个900的AV呢 上面加上了4100AV 所以呢总共会产生就是5000AV的 也就是说原本的1350块的业绩呢 公司再加上了6150块 所以公司是以7500块的业绩来计算奖励给消费商的 所以呢每一个月都把这些所有的这些业绩 就是为基增的再加上基增的所有的业绩呢 都是放进来这个奖励池 然后呢让每一个每一个月里面 让这个合格的消费商来一起来共享这些奖励的 这些以下的讯息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然后大家必须的要了解 这是一个给每一位新消费商的一次性优惠 可是呢给予你的好处并不限于一次性 因为很多人可能就认为说 这个一次性的优惠5000AV啊 只是一次性而已啊 因为下个月就没有啦 可是呢它的好处并不限于一次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一看 因为你每一个月的这个网络 陆陆续续一定会有新消费商加入的 所以呢将为你的组织业绩注入这个基增的业绩 打个比方说 你直接介绍了6位新消费商在这个月 OK然后呢下一个月的时候 你自己并没有再介绍新的消费商进来 可是呢那6位你所介绍的新消费商呢 他们个别的都有介绍新消费商 所以这些新的消费商呢在下一个月 他们所产生的业绩呢都是与你息息相关的 因为这些所有的业绩都是归于你的整个网络的这个业绩来计算奖励给你 所以呢当你的网络里面有新消费商加入呢 你就是可以享有这一次新的优惠了 所以呢这并不是一次性的优惠给你而已 所以呢它是陆陆续续 就是不断的会让你的组织的这个AV组织的业绩不断的增加 所以呢这促使你的每月收入一定会暴涨 建立以下组织架构的好处 OK大家就要看一看要怎样的架构好你的整个组织 然后给它非常非常的稳健 因为我们都是希望说可以建立一个稳健强大的组织根基 根据这个架构呢你可以通过安置以及协助而壮大所有的分支 形成强大的AV根基 您的所有三个账户都可以获得更高的奖励 也就是说当你拥有YEA和YEB的时候呢 你的第一个比如说你的第一个新消费商 你要安置在哪里呢 就是在YEA的底下 然后第二个你就安置在YEB的底下了 所以第三个你要安置在哪里呢 就是就看你的你要在YEA底下也可以 YEB底下也可以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 是安置在YEA底下了 当你安置YEA 这个第三个分支在YEA的底下呢 YEA就已经可以合格 就是比如说有5000AV的话 你就可以有合格享有这个奖励了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奖励的机制呢 只要你有两个分支 两个分支各别有5000AV 你就可以享有我们这个奖励了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YEA的底下有1和3 所以如果是个别5000AV的话呢 YEA就可以合格领取这个奖励了 所以YEB呢 暂时只有一个分支 所以YEA是没有这个奖励的 OK 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YE是有奖励的 为什么呢 因为YE的业绩是来自YEA和YEB的 所以它有YEA呢 所以YE就有两个分支 所以是合格这个我们的奖励机制的 所以如果第四个消费商要安置在哪里呢 可以安置在YEB底下 所以YEB就从此就可以合格有奖励了 所以第五个第六个就如此类推 可以这样子的去安置 所以你看安置新消费商呢 你可以协助到你所有的这个组织 非常非常稳健 由底开始 所以呢你整个根基是非常稳健和强大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复制的方案 您自己是以5000AV加入的 也就是说你拥有了5000AV 同时呢 你拥有一个组账户 就是YE 然后呢 两个子账户 YEA和YEB的 然后呢 你介绍了六个消费商 每一个消费商呢 都做和你同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 每六个消费商呢 个别都是以5000AV 九个配套加入的 每一个消费商呢 都是拥有一个组账户 和两个子账户的 所以您的六位消费商呢 你要怎么样去安置 所以呢 我们看看这个图 你在YEA底下呢 就安置了 一二三 这三位消费商 然后呢 你在YEB的底下呢 就安置了四五六 这三位消费商 然后呢 个别 刚才有说到了 就是个别 产生了5000AV 所以呢 这个复制方案呢 是每一位消费商呢 都做同样的动作 介绍六位消费商 而每位消费商呢 都是做同样的动作 5000AV 九个配套加入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 一个复制方案来说呢 你第一个月呢 就可以领到多少 就是3920块了 这个3920块呢 是从怎样产生的呢 你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奖励里面 有分支店奖 再加上这个额外奖 所以在这里 我想要强调一点的 就是说 因为你拥有三个账户 YEA和YEB 所以呢 你是拥有三次的 这个额外奖的 我们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 如果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算法 每一个消费上5000AV的话呢 你就会在 YEA这边 产生了 拿到是400块的 这个额外奖 然后在YEB呢 你就会拿到 另外400块 这个额外奖 然后YE呢 你就会拿到 就是600块的 这个额外奖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有 单单一个账户 YE的话呢 你只有拿到 这个600块 可是因为你有 YEA和YEB 三个账户 所以呢 你是拿了 三次的 这个额外奖 总共就是 1400块的 所以这个就是 一个账户 和三个账户的 这个分别是在哪里的 当然 你有三个账户的话呢 你有三次机会 来领取这个额外奖 是非常多的 尤其是刚刚开始的时候 您的组织的AV 还不是那么的庞大 所以这个额外奖 就扮演了非常大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分支店 讲2220的话呢 你就有3920块的 这个总奖利了 然后接下来 每一位消费商 做同样的动作 当他们这六位呢 都和你一样 就是每一位都介绍 六位消费商 而每一位消费商进来的话呢 都是以5000AV 九个配套的 所以呢 你在第二个月的部分呢 就可以拿到13440了 所以在这里的话 你会看到 这个额外奖 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你在这个第二个月的部分呢 你的分支店奖 就是11000 就是11000 040块的 然后呢 如果你只有一个账户 就是Y1的话呢 你只有多少 就是800块 所以你从这个 你就会看到 因为你从第二个月 第三个第四个月的话呢 都是2400块的 因为额外奖呢 最多就是高达 每一个账户 800块的 所以呢 你看到 如果你是在 你只有一个账户 Y1的话呢 你则只有拿到 就是800块 所以这个例子来看说 如果你是在第二个月 你的每一个分支 是3万的话呢 你在这里的话 总页 额外奖的部分呢 Y1A 你会拿到 Y1A 然后Y1B呢 你看到这里吗 Y1B 你也会拿到 800块的 然后Y1 你再领一次 就是800块 所以加起来 Y1A Y1B和Y1的额外奖呢 总共是 2400块的 所以是 如果你没有 这个Y1A和Y1B呢 你只有拿到 800块而已 所以呢 你是损失了 每一个月 1600块 所以每一个月来算的话呢 你是损失蛮惨重的 OK 然后呢 你去到 比如说第三个月的话 你的总收入 已经去到 39120块了 然后 如果你再拓展下去的话呢 你每一个分支 有超过100万AV的部分 然后 你的总奖利呢 就有 88800块了 如果你再 下一层 就去到了 每一个分支 超过300万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 我原本的 比如说 是8万多块的呢 我会一跳 就跳到多少呢 就是 24万 08百块的 在这里的部分呢 是因为 你已经有 卓越奖 因为在卓越奖的部分呢 你是 在第四个分支以上 每一个分支呢 都超越 300万AV 就可以开始 享有这个 卓越奖 当你想有 卓越奖的时候呢 您的这个 所谓这个 额外奖呢 就是只有 YE可以拿到 因为 123456 每一个 这个分支呢 都已经超越 300万AV 所以呢 每一个都 往上移 就是 直接属于 这个YE了 所以呢 您的这个 额外奖呢 只是哪一个 800块 就是这里的 800块 所以呢 总奖利是 24万 08百块的 所以很多业绩呢 是来自 每月的 一般消费 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 要的是 重复消费 因为新消费上进来呢 他下一个月 我们也是需要 他们每一个月 都有 都是有 不断不断的消费 所以呢 再加上 每一位新的 3A 大会员呢 都可以注入 5000的业绩 也就是说 有新消费上进来 每一个人 每一个新消费上进来 都是 5000分 比如说 然后呢 再加上 每一个月 现有的 消费商 在不断的 重复消费 所以呢 你整体的 这个网络业绩 将会是 非常非常的 稳健和强大的 你将开始 看见 它是如何的 强大 这句话 可行得通的原因 是为什么呢 因为复制的力量 因为每一个人 介绍 另外 非常的快速 刚才的例子 已经看得到了 然后6 是6乘6 再乘6 所以呢 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然后呢 你有三次的收入 当你拥有一加二的账户的时候呢 你将赚取三次 因为你的两个子 两个子账户 会有个别 获取奖励 然后你的主账户呢 又多一次的获取 多一次的这个奖励 所以 一共是三次的 然后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激增的业绩 因为新消费上的9个配套呢 就是刚才已经说了 两三遍的就是原本的900AV 这样激增到5000AV了 所以基于这三个原因呢 所以这计划绝对 绝对是可以行得通 如果你说 我要更快速的这个方式 可以吗 当然有啊 我们有一个 所谓的叫做快速复制系统 什么是快速复制系统呢 你看 如果你拓展越多的账户的话呢 你会赚取越高的这个奖励 这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三个账户 Y1 然后Y1A和Y1B嘛 如果你要赚取更多的话呢 你要更多的账户呢 你就根据这个方式了 也就是说 三乘三账户的架构以安置 刚刚左边的这个是 一个身份证 右边的这个呢 是三个身份证 你看看这个红色的虚线 这里是一个身份证 所以呢 是Y1 Y1A加Y1B 所以又在Y1A的底下呢 又有另外一个身份证 三个账户 Y2 Y2A和Y2B 然后在Y1B的底下呢 又建立了一个 就是九个配套 然后有三个账户的 就是Y3 Y3A和Y3B 所以这个三乘三的账户呢 是需要三个身份证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是开拓八个分支的 如何开拓这个八个分支呢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分支 第一个消费商你介绍的 就是安置在 Y2A的底下 然后第二个呢 就在Y3A的底下 第三个的时候 就在Y2B的底下 然后第四个呢 就在Y3B的底下 如果这样区区的 如果是这四个分支的情况之下呢 您的这个Y2就已经有收入了 就已经有奖励了 为什么呢 因为Y2是需要两个分支 有最少有5000AV的 也就是说 1和3 每个至少有50005000 所以呢 Y2A也是有5000 Y2B也是有5000 所以Y3也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呢 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你这个Y2和Y3 是有奖励的 然后Y1也是有奖励 因为呢 Y1有两个分支 就是Y1A 另外一个是Y1B OK 然后至于第五个 第五个这个消费商 你安置在哪里呢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你安置在Y2A的底下呢 Y2A就有收入 就有奖励了 因为Y2A已经足够拥有 最少两个分支 是个别最少5000AV的 然后第六个 你安置在Y3A底下 然后第七个呢 就是安置在Y2B底下 然后第八个 你安置在Y3B底下 所以这个八个分支呢 就已经分配好了 个别就是 安置在这个最底下的 就是Y2A Y2B Y3A和Y3B底下 所以呢 Y2A是有奖励的 Y2B有奖励 Y3A有奖励 Y3B也是有奖励 然后Y2有奖励 然后Y3也是有奖励 可是呢 Y1A就暂时没有奖励 因为Y1A暂时只有一个分支 OK Y1B也是暂时没有奖励 暂时只是一个分支 然后呢 所有这些分支 Y1A的这些 AV呢 都会保留起来 因为呢 它还没有合格任何奖励 所有没有用到的这个AV呢 都会接转到下一个月 又下一个月去 直到它有呢 就是自己有另外一个分支出来 第九和第十 比如说 你就安置在这里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Y1A也是有收入了 因为Y1A有两个分支 就是第九 然后呢 这整个很大的 很庞大的这个组织就在里面 Y1B也是有两个 就是第十和这个Y3 所以呢 Y1肯定就是有收入 有这个奖励的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业绩就是往上推 所以Y1A的业绩是来自 Y1A和Y1B的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你看 有很多个户口 有很多个账户呢 都同时会赚起这个盈利 所以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收入来源的 OK 如果你以一个 更快的一个速度来看的话 如果你自己就是说 以这个 三个身份证 就是九个账户加入的话呢 你已经有了这个九个账户 然后你个别介绍 八个消费商 每一个消费商呢 只是做这个5000AV 而不是像你这样 就是15000AV的 这些12345678呢 每一个消费商都是 以这个5000AV 九个配套加入的 所以你的收入是多少呢 你可以看看一下 第一个月呢 你已经会 是领取7380块了 第二个月呢 每一个人做同样的动作 也就是说 一到八 一到八的分支 每一个消费商都个别的 就是介绍 5000AV 然后每个人做 就是每一个人呢 都是去介绍六位进来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然后你看 比较是怎么样呢 左边这一个是三个账户 右边这个是九个账户 所以呢 如果是以三个账户 六个分支加入的话呢 你复制方法是一样 就是第一个月 3920块的奖励 如果是以这个九个账户 然后八个分支来 做这个复制的话呢 你第一个月呢 就有已经是7380块了 如果去到比如说 已经去到每一个分支超过300万的话呢 如果你是以这个三个账户的话 你是会获取240800块的 如果你是以这个 就是九个账户 然后推荐八个分支的话呢 你的每一个分支超过300万的时候 你将会获取480800块的 OK我们讲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很多人都想说 这样子的话除了公司那么好 又有这个蓝海的这个策略 有产品那么多 那么好 价格又那么的有优先权 有那么的优待 其实呢 要成功其实就是这么样子嘛 对的 其实成功的要素呢 有几个 来我大家来看看一下 你看哦 必须什么 充分的理解和掌握 3A star的计划 这个也是我们在跟 有几位 做得非常成功的 就是我们新消费商 他们的收入已经是六位数的 他们的每一个的认知 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什么呢 四个字而已 听话照做 我问他们 真的是听话照做 对啊 没有其他原因 就是听话照做 听谁的话 做什么呢 就是第一 听公司的话 或者是听上线的话 然后照做什么 公司讲什么 上线讲什么 我就去照做 所以呢 就是也就是这样子的话 第一个部分 我们要做什么 一定要了解和掌握 3A star的这个计划 也就是说 你要懂得如何去 赚取这个 通过三个账户 或者是九个账户 来赚取更理想这个收入 然后呢 你懂得 要怎样去计算 我们的这个制度 还有怎样去安置 新的消费商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还不了解的话呢 我还是跟 奉劝大家 你接下来 你一定要做到 就是去了解 我们A star的这个奖励制度 还有是如何架构你的组织 然后你可以去跟你的上线 商讨这个部分的 然后呢 一定要什么研究和学习 使用和分享产品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这是您所选择的一个生意 所以你的生意呢 你自己从事生意 你一定要对你自己 从事那个产品 一定要熟悉 也就是说 你要知道 比如说 我们的鱼油 有什么好处 我们的鱼油和外面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等等的 还有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些 很好的一些使用的 一些认证 一些见证 你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比如说 我的下线 之前用了这个 它原本的皮肤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可是用过了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面膜 还有我们的这个 精华语 真的是短短的 在几天里面的 它的细纹已经淡化了 或者黑斑 已经淡化了 这个现象 所以这些东西 都是要经过什么 去研究 学习 然后去分享 去探讨回来的 还有就是呢 你对公司 要绝对的有信心 然后对自己 也要有信心 在这里可以成功 你要不断的告诉 你自己说 是的 公司已经准备了 那么多 那么好的一些 一个平台给我 已经有了这个 比如说 产品已经会说话 然后制度 已经是倍增 那么多倍的 然后呢 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 计算的那个方式 都已经算给我们了 都已经有了 所以我现在目前 只是要用心的去做 然后我对公司有信心 我对自己 绝对有信心 在这里可以成功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然的话呢 如果你自己 有不断的一直在怀疑 你自己的话 可以吗 我不晓得在这里可以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不断有这样的一个问号的话呢 人家已经 其他人已经跑到 已经十万八千里的 你还是在原地的不动 因为你还是对自己 或者对自己没有信心 你还是要去不去 要去不去的情况之下 所以是要不得的 还有呢 这个也是很重要 要和你的这个伙伴保持密切的联系 保持大家的动力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生意呢 是一个团体 一个团队的 一个网络 一个生意来的 不是你一个人去做的一个生意 你当然一个人可以做 可是你会觉得 你做得很辛苦 然后很纳闷 为什么呢 因为有时候 因为这个是生意嘛 有时候你做生意的时候 你会一定 不多不少 一定会有一些问题 或者一些 有点破冷水啦 或者 或是有时候是一些 瓶颈的部分 所以呢 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伙伴 来和你一起度过 你没有 比如说你上线的 一些辅助的话呢 你会觉得 可能就会心灰意冷 我是孤独的 一个人在从事 可是你要知道 这个生意呢 绝对不是一个人的生意 是我们群体的 大家一起去贡献的 去制造出来的一个大环境 所以呢 你一定要跟你的上下线 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 也就是说 常常问候大家 然后互相的联力 互相的鼓励 因为呢 在人就是人之常情 一定那个心情有上有下 所以呢 如果你有保持密切的关系呢 一定会散发这个正能量 所以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如果有密切的关系呢 也会让大家有更好的 这个学习的 这个能量 因为呢 你会觉得 哇 听说 谁谁谁在 三个月赚取了多少的收入 谁谁谁的 这个哇 原本的这个健康情况 原本是不好的 可是呢 因为通过公司的好产品 所以他们健康呢 已经是好好的 已经改善过来了 所以这些很好的正能量的资讯呢 真的是可以让大家 就是鼓励到大家 是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动力来的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多多结交新朋友 分享成功的实力 你看看你周遭的这些我们的伙伴呢 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人的了 所以呢 如果你善用于这个团队的这个网络的这个平台的话呢 你会成功的去找到很多成功的实力 比如说啊 某某人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呢 就可以在A star赚取了非常可观的五位数字的收入 哇 真的是那么成功啊 所以为什么他会成功呢 所以往往这些都是有很多很多成功的这些实力 让大家去探讨 大家去学习的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多去分享这样成功的这个正能量的一个讯息 所以也可以从中的鼓励自己 鼓励大家 鼓励团队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永不放弃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生意里面呢 每一个人都希望我们成功 所以如果你要你自己成功呢 第一 你自己先要把目标锁定 我要在这个A star什么时候呢 赚取多少的这个收入 如果你已经把你的这个目标锁定过后呢 你接下来的其他的这些动作就相对的就会简单很多了 因为你知道你要在这里的 获得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接下来的要怎样去执行呢 你就会去好好的去运用了 包括了你会常常联络你的上线啦 然后常常联络你的下线啦 然后常常就是接交新朋友啦 然后还有就是说 常常常分享这个成功的实力等等的 当然我们每一天去经营这个事业的时候呢 往往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往往都会遇到一些瓶颈 往往都会遇到一些破冷水之类的 可是我们知道说 如果你的这个目标锁定的话呢 你就会永不放弃 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失败嘛 就是成功之母 如果你常常有在去经营这个生意的情况之下 你比如说你今天你介绍了一个新朋友 可是呢 他并不是那么的满意 你所讲的东西他没有加入 所以呢 你今晚回去好好地去反省一下 为什么我用了半天时间跟他说了这个生意 他还是没有打动 我并没有打动他的心呢 所以呢 如果你常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经验的话呢 相对的 如果很多个这样的case 你累积起的话呢 你一定会学习到 哦我知道了 为什么我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打不动他 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缩动他 所以呢 如果你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个实力的话 你相对的 你成功的这个例子会相对就会提高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 我们要在A大获取的是什么东西 永不放弃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Alfred Tennyson所讲过的 就是说他要我们要成功的话呢 就是要努力寻求探讨而不屈服 这几个字非常非常有的有意思 因为你努力到来呢 你一定要不断的去寻求 不断去探讨 然后呢 一定不要不屈服 不要放弃 所以呢 我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非常稳健的 这个ASA平台里面呢 可以找到你们想要的一些东西 然后祝福大家 谢谢 再见 感谢观看